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你也没什么要求 就管好孩子 把家里收拾清楚了 这些都做不清楚 那我们也不要过来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么晚回来穿成这个样子 去哪里鬼混了 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 女孩子家一天到晚穿成这么少 像什么样子啊 你都不看新闻吗 现在社会上这么多险恶的东西 你一个女孩子不知道保护好自己 怪不得你爸说我没教好你 你自己看你朋友圈发的都是什么东西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你才多大 整天穿得像个外围女一样 还拍照发朋友圈 你想勾引哪个男人 真是不知羞耻 你烦不烦 我穿什么你管不着 说这也不都是为了你好 我不是你妈谁管你啊 我给你钱 不是让你买些东西 谁丢人现眼的 谁要你管了 谁要你管我了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刚刚在楼下我都看见了 你对着爸爸低声下气的 当着你装什么装 你还是好好操心 你那点破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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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饭呢 你不是不让我管你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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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怎么了 我觉得我妈真的很奇怪 她是不是管的有点太多了 我穿什么她也要管 她问我几点回家也就算了 我微信朋友圈发什么她也要问 我用什么头像她也要念 妈妈妈 她应该是在关心你了 对 关心 她这几天都没有理我好吗 看来阿姨这次真的蛮生气的 她应该就是想着为你好才会一直这样讲了 我妈也会这样的 你多理解一下呗 我理解她 谁理解我 你看到我朋友圈发那张照片了吗 我平时我就穿成这样吗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她 她说我穿得像个外围女 问我是不是要去调男人 先不说作为女性 她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恶意 这是一个妈妈能对女儿说出来的话吗 阿姨当下大概就是气急了吧 但她说这话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天天就知道数了我 她对我妈妈 她对我爸我告诉你 她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等一下 你先停 你不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些 其实和你妈说你的话有点像吗 你好好想一下 你说阿姨没有关心你 但你其实好像你都很接触她 我不要波rett 钾 我衣服呢 我妈是不是疯了 我的吊带 都没了 他好像全扔了 我先问你说了 我要找一个 有没有 我先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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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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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